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课程啊 这边会有录影嘛 然后我自己线上我也放了录影教学 所以呢 到时候如果同学们想要回去复习 那回去试探看 我们可以看线上的那个影音教学档 可以再重复看 好 然后电脑的话 回去装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来 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课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今天这样的工具呢 叫做Office Mix 好 那什么叫Office Mix 其实现在做 那我们在老师的长域里头 我一定会讲我们今天要做数位教材 好不好 可是呢像同学端 同学如果你们现在是大学生 你之后如果假设你毕业后 你马上就要就业 你到就业市场去 以前丢流利怎么丢 是不是丢纸本 只是一张纸 对不对 那现在可能就一定是这样 如果你想要呈现 你的多媒体的一个能力的话 慢慢的影音这一块 越来越多人做了 那我可以怎么做 我不一定在来去拍影片 我去剪影片 我可以找素材做整理 把我的简报做整理后 透过简报讲课 介绍我们自己 那用这样的方式做出来的影片 它是影片党 它是影音党 所以跟影片的剪辑软件 完全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使用上面 只要透过PowerPoint就好 Mix这家软件是免费的 它是Free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是Office Mix 它叫Mix就是它是多媒体的混合 放图片 文字 影片 声音 它可以多媒体的混合 那我先介绍基本概念 Office Mix的话呢 其实就是老师现在画面中的这一块 看得到吗 这一区 这就是Office Mix的软件 很简单 所以今天两个小时 如果不用前面这么久的下闪时间 理论上我全部可以交得完 下下交 不好意思 对 你们会觉得很好 好 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界面大概长这样 首先先在软件取得 这比较麻烦一点 在软件取得的部分 我要怎么取得呢 第一件事情 它是一定要负载在一个软件下 就是PowerPoint 就是Office 好 它一定要负载在2013或2016 记得哦 所以你如果要使用Mix软件的话 你的电脑里面的Office 一定要是13或16 所以我们这边取消是13 然后无的也是装13 这样我会把 一定要13或16 然后你有13或16之后呢 接着你就去装Office Mix 所以我们就会到Office Mix的网站 然后它的网站上面去下载 那它的网站的部分呢 一进去后它会先认 就是你下载的时候 下载完了 它会认你电脑没有第一个 有没有装PowerPoint 就第一个要件 一定要装PowerPoint 2013的版本才能够用 然后记得安装时要关闭 要关着 你不要开着 你开着它不能装 因为它会到时候装完 是放在PowerPoint里面的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好 第二个 就是刚才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在处理的 好 处理什么事情 我刚刚在下载下来什么呢 对不起 又要开一下网路 我们刚刚在下载的东西呢 是一个套件 它叫Office Service Pack 1 它是一个套件 然后这个套件是什么呢 这个是Office的套件 它一定要更新这个套件后 你的PowerPoint 应该是说你的Mix才能装 所以刚才我们在装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先装 PowerPoint 2013有了 第二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先装Mix 可是装不一定会成功哦 它会跟你讲 像刚刚老师就有看到一个对话 狂跟你说 你的Office Service Pack 1 没有更新 没有更新 你就不能装Mix 那你就要更新 所以我刚刚给你们两个程式 有没有 有一个蓝色的很大的那一支 那个就是 Service Pack 1 也是Free的 你要装 装了之后Mix才能够用 所以等于是说 这三个东西都要有 了解吗 这三个东西都要有 好 那你装完Mix之后呢 很特别哦 这个软件你装完后 你会在您的设备中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装完软体 会在哪边看得到 你装完一个软体 要去哪里找 程式集对不对 对 程式集啊 这边啊 程式集啊 我跟你讲哦 你去程式集哦 绝对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因为有老师 一面问我 我说 你老师我已经装了Office Mix哦 为什么我的电脑里面 我就看不到那个Office Mix 但看不到啊 为什么啊 因为他是一个寄生虫 他本身无法独立 他要附在谁身上 对 PowerPoint 所以老师装完之后 你开PowerPoint 你只要看不到上方有个Mix 就他的啦 就是他 同学了解吗 就是这个 所以软体的部分 可能要注意一下下 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一定要先装完才会OK 那如果你老师会去用自己的电脑装嘛 真的装不会 怎么办 到教学职业中心问一下 对 你到技术中心可能没有人要理你 你要到教学职业中心 问一下那些同学们 那看大家会不会装 就帮老师们装一下 好 所以这是软体取得跟安装的部分 有问题 听懂了 OKOK 好再来 那你们再更新就让他跑一下 我相信今天下课前一定要更新好 如果他没更新 下次不要接这些电脑装置 好来 那小师老师已经OK了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工具到底要怎么用 好不好 他怎么录课程的呀 好 首先咯 录课程的部分 我们要有一个硬体设备 要有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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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硬体设备 好 首先第一个硬体 第一个硬体设备要有什么东西呢 来 webcam 对 webcam是这个 来 这个我觉得在录课程很重要 就是录课程录声音的时候可以用的 就这一支 这一支 我的土是随身携带的 这是我自己随身携带的 webcam 好 那其实跟你们这是一样的 只是我的是长行的 他可以这样站着 一样 好 好 我比较推荐各位 如果你之后像老师也好 或同学也好 你们之后要录课程 或是 其实不录课程也可以 所以 呃 这是比较不好 就是 我看过好多youtube很多的线上的 游戏实况主 这些东西都没有啊 我的小孩裹小 每天都会看妈妈那个什么实况主之类的 那那些影片怎么来的 侧录来的 我今天教你们 这个会录 可以录 可以录下来 所以你可以用简报做一些概念的陈述 你可以把电脑的画面全部录下来 通通在miss里头 那你录下来需要有声音 对 声音 要声音的话 一般会有用耳机麦克风 这个 知道好不好 这个走 诶 后面是什么特系的 同学们 好 都有 你们是会的是不是 哦 有资讯内景的吗 不敢讲了 因为老师要问问题 好来 他手电脑主机进去后 手哪一个 设备 audio in 音 小 卡 哇 没有资讯的 还是你们没拆过电脑 音效卡啊 他走音效卡 audio in 是走音效卡 这些音效卡都onboard 各位知道吧 主机板 你们官方上我们就很近吧 去多看一下 他在onboard 虽然是接在主机板上头的 你只要接上去之后 他就是一个插槽让你放 那音效卡的话 通常学校的设备 或是你的买主机 你们不太会去重视音效卡的好坏 尤其是学校设备久了之后 完了音效 之糟 他录起来是因为糟很多很多 那我现在在录教材 我不太用音效卡了 我全部都是走USB 我就用webcam 那webcam的话 理论上大家会觉得 他是录影像 其实不一定 你可以把它拿来录声音 录声音 他录声音的音质非常好 真的超好的 因为他走USB 电压不一样 所以在设备上来讲 我会比较推荐 老师如果是同学要录的 或是你之后要做数位履历的 或是做一些教学课程 像有些学校 老师可能就会带学生做一些教材 给偏乡的国中小学的学生用 类似懒人包的方式 很快速认识一个东西之类的 那你录的话声音就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webcam 那webcam的话 其实就蛮好买的啦 然后我自己比较推荐两大厂牌 电脑几乎都是Windows 我每次上课前 还要装驱动程式 比较麻烦 所以我买的牌子是微软 Microsoft 因为它是Windows内建 我只要接上去 我就可以马上课 好 所以不太一样 那如果我在办公室 我其实本身也是用逻辑为主 好 所以这是webcam 你要自己有一个 录音的设备 那如果真的没有 或是先练习 你可以用麦克风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通过麦克风就好了 这些都是收音 这是声音的部分 可以收音 好 好 那影像的话呢 影像 但是webcam 这是影像 老师的画面可以把它录下来 第三个 不一定要有 但看老师的课程的属性 手写版 我上次是用手写版 我没有用滑鼠 这个 手写版 这我觉得教材也很重要 我们平常 像我有教Excel 就是Excel有一些运算 那有些运算的话 平常如果我是写在版书上面 我怎么做数位教材 没办法做 我要录嘛 还把它录下来等等的 那怎么办 我就干脆强迫我自己 滑鼠就不用 就用手写版 好 就在上面直接 它是板子 就可以直接写字 写字写重点这样 只是我本来字就很丑了 好 所以奇怪一下 用手写版 就可以做一些重点的绘制等等 那有些老师他不会用手写版 他会用那个 Touch Panel的那个 Surface 就有些笔记 它本身就是 萤幕就是触控萤幕了 他就可以直接写重点 那个也OK 所以通常在数位教材上来讲 这三个设备 是我看过最多最多的 好 手写版 那这三个设备 最重要当然就是声音的部分 影像就看老师 有些老师会觉得 学生看到我都想赌了 那说一下子又看到我 应该是边上跟边骂我吧 所以有些老师就不想要 把他的影像放上去 那声音是一定要有的 好所以你们确定一下 等一下每个人 如果在玩的时候 你电脑里面有装到那个 录音的设备 那等一下就可以开始录音 好录音 好来那录的时候录什么呢 录教材咯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 简报来作为练习 所以这边是软体的部分 那软体我们MIX装完之后呢 我们就去准备一个 简报档 好准备一个简报档 那你可以录简报 你可以录非简报 就两种 如果你录简报的话呢 就直接透过MIX裏头的 slide recording 它就是录简报档 OK 非简报 除了简报之外的 通通算 screen recording 非简报 好解吗 所以呢 有些老师就会问说 老师我们今天可以录PowerPoint 我可不可以录Word 我可不可以录Excel 我可不可以录Adobe Photoshop 只要记得 就两种 简报的就在里面录 非简报就在外面录 就这样 就两种 所以它的功能录制上面来 就是分这两大类 所以你不用再问我说 是什么软体可不可以录 YouTuber可不可以录 游戏可不可以录 同学只要在营幕上看到的东西 通通全都录 全部通通录下来 这样知道吧 全部都录下来 好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要怎么录 好来那我们基本概念 如果听懂后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现在网路有点上去 不好意思 好东西我们看一下 那个Mix去哪里抓 你只要进来后 输入O-F-F-I-C-E-M-I-X 就好了 好就会进来咯 进到Mix里头之后 第一个就是了 Office Mix 就这个 很简单 然后你在下载的时候呢 这边有个Gas Office Mix 点他 他会要求你输入微软的账号 Google的账号 F-F-B的账号 择一即可 那不想输入账号的 就带随身别 把我给你们的call回去 我已经下载了 东西是一样的 那有点吗 好东西一样的 好那下载完后也装好了 来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我要怎么录 好那我今天上课的话 我随便找一个简报 来这个好了 我要录这个 教学生怎么做影音剪辑 学摄影啊 玩剪辑的部分 我要录这一份简报 然后录这一份简报呢 我要做一看流程规划 一开始可能前几章 我要介绍一下老师自己 所以第一页我会放我的脸 我录我自己的脸上去 然后后面几页可能就讲解就好 然后在某几页可能要操作一下软体 介绍一下网页 这样OK吗 教学流程 我教学流程大概是这样 好那首先 第一页的部分我要放我自己的脸上去 我要怎么录 好首先呢 我们把简报档打开了 打开之后到上方的MIX MIX进来 好 老师我请问你们 我们刚刚讲两个嘛 一个叫Slide Recording 一个叫Screen Recording 对吧 好我现在想要录这一页 请问应该用Slide 还是用Screen Slide 对 简报就是简报的 简报之外的 通通算Screen的 OK 好来点它哦 好点一下 好点一下之后 开始要整理上衣了 好不好 因为它才会录上半身 对 就跟主播一样 主播在里面都穿短裤 你知道吗 等一下都坐着 好坐着来 那你等它一下下 后来全新界面 同学这不用钱 我真的觉得围软蛮大方的 一般这种数位价材在外头 就是一般厂商做 应该都是要付费 而且还蛮蛮贵的 可是它这种界面 竟然是不用钱的 我第一次用 我觉得蛮特别的 好首先我们进来之后 我要开始录课程 然后呢 上方总是有几个基本工具 第一个录 同一个是录 一样同一个是暂停 它可以录它可以暂停 第一个第一个 好停止停止好这四个要一起讲 上一页下一页上一个动画效果 知道什么动画效果吗 自定动画 就是你在讲课的时候 如果你的简报点一下 才会跑出来的 那就是自定动画 如果你用右边那个箭头 一点是全部都出来了 没有自定动画的功能 好所以这个看你自己的评估 好然后呢预览删除备忘稿 等下我们讲很好玩 它是小巢 数位教材讲课的时候 一些学生 没有办法讲课可以讲讲话 录啊可以那么的自然 你可以把稿子打好 然后它上面就会出现小巢 你就照着小巢面 就是一个很棒的教材 知道吧 可以照着面 好老师也可以拿来参考 好来跟右侧哦 右侧的部分的话呢 则是影音 影音的区块 第一个部分呢 这个是你的影像 因为我的外部可以没有开 所以意思是什么 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入你的脸 如果不录它就是这样空空的 因为这边设定的是 no camera 如果你要录制影像 你这边就把它打开着 好声音是一定会有的 因为书记家的声音还蛮重要的 好声音它会有 好所以我现在把影像打开哦 我现在是没有的啦 我把它打开 所以我选择no camera里头 当你打开后 它就会问你咯 您的设备要用哪一个 看你电脑的硬体设备 好那因为我现在是理电 所以我选最后一个 Facetime HD camera 这一个 影像就出来了 很恐怖 没有打光 好不好 对 打光很重要 而且我现在 后面又反射 然后那边光又过来 好所以 你的画面不要注意一下 我就牺牲一下 我就这样录了 好 对来 然后呢 老师影像出来之后 它这有分两种哦 这两个我说明一下 挺好玩的 如果你的影像是设这个 它是小的缩图 大概录完之后 我脸啊 就在这儿 大概这样 你的脸就这样 OK 如果是full screen呢 录完之后 你的脸 不大 就这样而已 满板 是吗 然后老师会觉得 现在到底要这样录 有啊 像有些课程 老师要看课程 假设你们有些课程 是需要操作 例如啦 处理课CPR 你可以用webcam 直接录CPR 放下操作 那像有些机械的 气修科之类 它要修东西的 你如果像我们用那个DV录 你DV录 是不是要再剪辑后置 再放进课程 你如果带着笔电出去 然后用外接式的webcam 这一台 直接对着它 录完直接放进来 课程搞定 都不用剪 这种意思啊 不用再花时间处理 转档剪辑都不用 很方便 好所以这个是为了要能够去 录制当场现场画面有的 那一游老师跟我讲 他都拿来做讲笑话用 因为说一下的话 学着睡着 可能就会变成 画面是满板 然后讲笑话 或说猜灯迷之类的 然后可能在几张之后 再揭晓等等之类 所以那影像会有分大跟小 那这个大跟小没有关系 如果你录完之后后悔 都可以久 知道吧 都可以变小或放大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不好意思 我先小一点就好 今天状况看起来 那个画质不是很好 所以我用小一点 小一点 好来声音有没有 我讲话的时候 他会这样飙 表示我声音就进去了 好声音是没有问题的 好下方则是 你在讲课的时候 要不要画重点 所以这个是笔 还有颜色 我们用个红色好了 好我要录哦 我刚才是先介绍界面 好这次录制的话 按左上角录制 然后老师记得 我等一下录了后 他左上角会补秒数 秒数出现 表示开始录 然后你不要紧张 哎是我啦 我要录哦 对你不要马上讲话 你至少等个一二秒后再讲 让电脑有缓冲时间 知道东西是吗 如果你没有 让他有缓冲时间 假设他电脑速度比较慢 你可能会讲说 例如说好 我会讲各位同学大家好 结果那个字没入进去 变成为同学大家好 这样好像没礼貌对不对 你还要剪辑很麻烦 所以这位可能注意一下下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路 我们就按下去了 好来 各位同学好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等会老师要介绍的 线上课程呢 是影音剪辑的部分 好那这是老师的名字 然后我的email 还有我有个人的粉丝团 好不好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叫粉丝团 我讲真的哦 那是我粉丝团 对 同学有没有问题 或者想学一些不同的东西 多媒体类 都可以到粉丝团上去留言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个主题 它大概会有哪些的东西 好 我这样就一页了 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个地方有影像 我等一下不要影像 好我这样就一页了 然后在我要换第二页的时候 往下一页 因为我刚才那一页的影像 只有第一页要有 我之后不要影像 所以我要停止 我的停止的原因是因为 我要过来把我的画面关掉 听懂我的意思吗 要不然你如果你下一页接着录 你的影像是会留着 老师听懂我意思 好来 我这边可能连续讲个几页 好来 那一样继续录 来录制 留着在播放是指 留着在播放是指 你的影像留着 你又会换一页 它的影像会在另外一页 它会自己剪辑 对 它会切割掉 好来这一页 然后这一页就开始介绍 就是说好 等一下老师介绍 第一个有什么样的基本剪辑 然后当你在拍摄为电影或是影片的时候 多机的时候如何做比对 然后缩始摄影 区别影幕 特效应用 跟现在最红的360度的全景影片 该怎么做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轴 好我要下一页了 我现在是接着教 刚才那一页的录影笔 它会自己切根 很好用哦 它会自己切哦 如果是一般的录影软体 不会切 它会接虚录 所以你录了十张头影片 它就是一个档案 可是这一种是它会换页就切 换页就切 换页就切 好处是什么 你这一页录不好 你只要把这一页删掉就好 这一页重录 这个对一般的非资讯内的老师来讲 觉得很好用 因为它就是等于用头颜片 为一张一张为单位来做切割 好我现在讲到第二页了 一样我们可以继续做 重点 好再往下 下一页 好讲到三页了 第三页了 好我们来停止看看 画一下来停止 当我停止之后呢 我偷偷录了四页 第一页是有影像 二三四四声音而已 有没有您 好我们来看看 离开离开一下 好擦擦按钓 擦擦按钓说回到哪里 回到powerpoint 同学记得喔 powerpoint就是您的装案档 它就是装案档 所以刚才的所有的录制的过程 通通存在简报中 所以你看喔 来点第一个 在这里 我是影像实在太吓人了 如果这么吓人怎么办 我等一下将你们缩想 好不好 把它藏到最小最小最小 对好 然后再来 这是一个影像 这是影像 你可以换位置喔 所以如果你录的时候位置不对 你可以换面有关系 好来 那二是声音 在哪里 声音 对 这一颗有没有看到 这一颗就是声音 声音能不能录在这一颗 好来一样的 三四 是不是都有声音 第五张我还没录 我还没录 好来 所以我给录了四张喔 四张喔 它帮你切割成一个一个档案 这就是我刚所说的 如果您觉得这一页录不好 你把这个录音档删掉 你这一页就可以重录了 或者是 你录完之后发现极构顺序 其实不太对 你也可以按托放 及时修正 你只要改变顺序 你刚录影的部分的声音 就会自己去衔接 所以记得以同影片为单位 好了 我们看一下当录的喔 来 那预览怎么预览呢 好预览的话 请点上淘的mix mix 我们刚刚用的是第一个 slide recording录好了吗 预览只要选择preview preview就好 来 我们点一下preview 你看当录的 那也会有声音 人像也会懂 声音我看一下 这样 ok 有声音了 声音就会进去 ok 你看画笔也会有喔 画笔也会有喔 好 那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我有接手写版 我先停 这下一页 刚刚我在回答老师问题 这个 等一下可以剪掉 对吧 可以剪掉 然后回答老师问题 有没有录下来 对对对对对 可以把它剪掉 等一下老师们 如果你自己回去再录的时候 有个注意喔 有个点 因为我现在有接手写版 它有认到手写装置 所以你的画笔功能是正常的 我遇过一种情境是 我到很多学校上课 学校的电脑教室 因为没有接手写版 像你们学校有可能会遇到 没有接手写版的时候 如果你录的过程 你有录画笔 但是你预览 竟然没有看到画笔 这我发现 好像有点像bug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记得回去后啊 在上面这边 我看一下 它里面的功能 这里教阅 对不起教阅 教阅这里啊 有一个叫开始笔记 老师们自己把它记下来 如果你回去 你的电脑 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你在录影前 录制之前 你先按一下教阅 然后再按一下开始笔记 只要出现这个笔记工具 就OK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知道吗 我发现很多学校遇到 我到目前我一直三所了 三所的学校 都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在上密职课程的时候 录录录的时候明明就有画 有看到哦 可是录完后 画的会不见哦 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我去查了一下之后 没什么解决方案 有一天不小心按到之后 发现成功了 那我试了一些台 发现是成功的 所以记得要到教阅的地方 把开始笔记工具打开过 那如果你不放心 你就随便点一个画 画再删掉它就好了 清楚 删掉它就好了 那就是笔记工具 你要让笔记工具是可以被执行的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好不好 所以这是在录制的部分的一个重点 OK吗 有人的电脑更新完了吗 好我们继续聊 好 来 OK好 好 然后这是录制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备忘稿 如果你真的录的时候会打截 或者是我平常上课对学生OK 可是如果我上课的时候 变成用线上电脑的方式 我就会讲话OK的 因为你是对着笔物讲话 有一个小技巧 来 小技巧是 老师你在录课程的时候 例如说我从这一页开始 我们下方这儿 来 有没有用过备忘稿 他是干嘛用的 有人用过备忘稿吗 没有 他是小抄耶 超好用的耶 大家都不用这个功能吗 好 这小抄 他可以印出来 像同学你们不是又有简报报告吗 你们在报告的时候 你先把小抄打好 然后列印的时候 列印成这个 档案 有一个列印 好 列印的时候你把它列印成 有备忘稿的 这个 备忘稿 他会怎么做 上方是投影片 下方是小抄 一页一张小抄 对吧 那你就可以印出来 或是用平板 或用手机带着 到任何地方去 就要复习备稿 就是你今天报告的时候 要讲的内容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你还是被忘稿 然后这个备忘稿 对于老师也很好用 那像我如果我要讲课 例如说我要介绍 什么是缩时摄影 各位会忘记 或是说 他可能有一些是 比较专业的数据 我会忘记 好 怎么办呢 来 例如说 缩时 好 假设我就到网路上去查 好 我已经摆个好了 我查到了一些缩时摄影的一些 概念 好 那我想要上课的时候 跟学生讲 可是他真的是太多了 我背不起来 好 所以我就把它复制 来我们回到这边来 把它贴上去 OK 我贴上 贴上之后 干嘛呢 来 要录这一页 录这一页 来到mix slide recording 进来 你看到 当我在讲这一页的时候 看到没有 小超在这 小超 上层念就好 很好用 然后 你就是这一页出现 然后录制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录哦 录 好 他还是会在哦 还是会在哦 你就可以讲课 缩时摄影 然后英文是什么 那平常都称它为 尖格摄影 或是矿石摄影 或是岩石摄影 然后它是一种 像画面的人就开始讲课 你就这么练就好 只是不要太深意 好不好 就是要有点 白话一点点 一阳顿错要进去 好 然后 这个啊 因为你的字比较多 所以当同学记得 当你字比较多的时候 比较多的时候哦 你要自己往下拉哦 自己点哦 自己点哦 没有我帮你点哦 曾经有老师问过我说 这个为什么不会自己懂 如果他会懂 一定要收费 因为你家那个主播 你知道主播 他们在播报新闻的时候 有去过 电视台现场吗 他们 我总不知道那么厉害啊 他们为什么眼睛 可以看前面 不是看稿子 可是可以念那么多次出来 因为他有读稿经 然后他的读稿经 怎么下一页 只要按一下 其实他刚好在那边 就要讲按一下 那就换下一页 按一下 就换下一页 所以他们有专业设备 读稿机 然后包含演唱会现场 演唱会现场 其实在某些地方 也含了一些读稿机 那就是 费用比较多的 预算多的都有读稿机 没有钱的咧 大字报 有听过吗 应该老是我们年轻人 比较听得懂 学生帮都听不听得懂 对 以前不是那种大字报啊 演中文节目 那就是大字报 然后就砍来一张大字报 那个大字报就提稿 提词用的啦 提词 这也一样的意思 它是提词用的 所以你可以把 变忘稿的部分 当成是 我们在录教材的时候 的一个提词的功能 那我就可以看 那个字的部分 开始念下去 OK 好 都有 对 有事情 不会 不会 只要你全世界 只要你看得到 没有人知道 对 所以 尽量 尽量 就小超啊 很好用 真的 你就不用担心说 你这一代来讲什么 忘记 恩趋 对 因为你毕竟 跟平常教课是不一样 你对电脑讲哦 很怪哦 然后对电脑讲课 你们的数位下来很容易 最后会变成 各位同学大家好 当在正常速度下播放时 就会这样念稿 他就没有那个高低起伏 所以那个音调可能要注意一下下 音调要注意 好 所以这是在录制的时候的几个重点 那我这一页录完了 我们就停止 好这一页就搞丢了 离开 好这就是录影 很简单 录完了 有问题就录 好然后录还有第二个 刚我们讲一个是简报内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简报外 对 除了PowerPoint内容之外 通通简报外 通通简报外 来 假设我现在想到初时摄影 我就不要加一页 我要加一些初时摄影 的那个范例好了 来我们常用 加头影片 所以你会发现哦 在这里头编辑 它是以一页一页为单位 您可以任意的 随时的再增加任何新页面 编辑后置好好用 知道意思吧 像一般的影片 你就是要剪辑了 你要学软体剪了 这关系就不用剪 往上拖往下拖 如果不要这页三 要加一页拉 搞定 很好用 想要看一下 它的好处在这 这是我目前看过其他的工具 跟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特色 来 那我们第六页 我想要教学生 去看一下 搜索实摄影的一些文件 资料等等的 不在简报里的哦 不在简报里的哦 我要怎么做 好来首先 我刚网页是不是开了这个 搜索实摄影的页面了 它也有一些影片 然后我想把这个画面录下来 边教课边录 然后给学生看 好所以呢 来我们回到包围会咯 OK 在包围会里面 我给它空白页面咯 然后怎么办呢 来一样的MIX 进来之后呢 选择Squid Recording 萤幕录制 萤幕录制 点它 好 进来之后你看上方这边 它会跟你讲 你要不要录游标呢 游标的移动 它会录下来 要不要录音讯 好 再来这是全曲区域 那这个我要录全萤幕 所以你可以点全曲区域 从左上拖 右下 它就整页 如果你想要录部分 你也可以这样拉 那就走部分 可是部分区域的话 如果你游标移走 中间这个地方 看得到旁边都看不到 旁边通通都看不到 所以就注意一下下 那一般还是建议用全萤幕 全萤幕的方式 讲下来 好 来开始录哦 然后录的时候 这一行如果散 你可以让它缩上去 你可以让它缩上去 好 来录制 那我给你讲 3 2 1 OK 好 来现在开始录哦 所以你现在在画面中 所讲的任何的东西 它通通都会录下来 所以你就可以跟学的介绍 什么是缩时摄影 缩时摄影的概念是什么呢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苏时摄影的影片哦 连一下 它就会播影片出来 现在的过程 全部会被录下来 明白吗 好 全部都会录下来 好 那你讲完之后呢 停 OK 我们回去哦 往上碰一下 上面这一行工区力 它现在录了20几秒 那我们就按一下暂停 或者停止 停止 好 来 当老师停止之后 我们看一下哦 刚才的 POWERPOINT 来 进来了 就是影片 在这里 就是影片 你看 影片档 所以如果我们在预览的时候 你可以模仿 所以你现在在画面桌 头像 就是影片档了 就是一般我们所有的测路的概念 就是一段影片 然后这段影片的话呢 目前是存在POWERPOINT中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 Preview的时候 来MIX 这边有一个Preview 当你Preview的时候 当这一页 他就会自己录 这样 这样 所以就可以跟学人介绍 怎么是说时摄影 说时摄影的概念是什么呢 好 帮你看一下说时摄影 像一般的萤幕测路软点 你还在另外装 这就不用了 他帮你录起来 然后再来 录完之后 OK 我今天停止了 来录完之后 如果老师你突然觉得 我今天上课状况怎么这么好 这一段影片讲的真的是太好了 他只存在POWERPOINT 好可惜喔 我想把它变出来 变成以后 可以再重复利用的影片档 来你只要右键9号 有一个选项叫 立存媒体 它可以变成MP4 很好用 有没有 免费到 免费到 所以有时候啊 如果我要回答学生问题 然后学生问了 或是媒体类的 就是电脑操作问题 我不可能说 用完是叙述 那我就会用lease录完 我电脑就不用再做其他工具了 我用lease录完之后 右键存 我就可以把这一个存出去 你看 存出去在桌面上 就会有这一个 刚才的媒体音 它就是影片档 好来 现在开始录了 所以你现在在画面桌 所讲的两个的东西 它就可以给学生用了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这个超棒的 各位知道吗 你们今天会有一个 说一照才录制工具 叫Pentasha 对吧 它是录影片 它就是录影片 有哦 大家还有后置 那一套光 那一套就八九千块 所以你看miss 也包了它部分的功能进来 我觉得真的蛮强的 所以老师妹如果要录的话 非你的简报之内的东西 你就用miss来录 所以录课程就这样 很简单 你想要录什么 你就是这页放什么东西 另外一页放什么 意思类推 好来 那我们回到影像哦 所以刚才这一页 我自己的脸 可不可以存出去 可以 右键 另存成媒体 这个 就可以把你自己的影像 存出去 那可以存影像 能不能存声音 声音 右键 等一下 右键 当然可以啊 声音 影音都可以出去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 讲太棒了 那你就自己把它存出去 可以再利用 好 所以这是影音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那影片的地方的话 老师你看 我现在的影像在这儿 我刚才会讲 如果你录完说发现 哇塞 脸是怎么回事啊 倒退好几步 有没有 可是我已经录好了啊 我又不想重录 声音跟影像是在一起的嘛 因为它是影片 声音跟影像是在一起 我不想重录 怎么办呢 来 我们就把伤害站到最低 你就把这个脸 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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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小缩小 然后呢 摆在某一个地方 随便你摆 好不好 然后预览的时候 学生没办法脱打 就这样 还把伤害降到最低 我就在这里 但声音还是有哦 声音还是有哦 OK吧 对啊 所以你就不要怕你露脸 状况不好 你可以一个影片输出是 脸大的 再输出一次是脸小的 知道我的意思吗 然后这个人脸的部分啊 影像的区块 我们可以做一些红纸 好 例如说来 我要放大哦 好我们影像的部分上方老师 会看到一个叫视讯工具 视讯工具 有分成格式跟播放 格式的部分是你可以针对这个影片 变这样 效果 它可以换不同的效果 就美化一下自己 你知道吗 等于变一下效果 然后或者呢 旁边这有个财 七有没有 这个影像图形 影像图形 你可以让它变爱心这样 换形状 对换形状 所以这个影像图形老师 可以自己做禁止符号 然后自己连练禁止符号 不能说晚上 至少你去掉一半 看不到 这样OK吧 这就可以二搞 所以这个形状都可以自己玩 这里 这边很多种 各式跟要不同的形状 老师可以自己去决定 看你要怎么用 然后形状之外 下跨一些效果 这个就不一定了 就看自己 光运啊 反射啊 那如果你要让 本来很暗的变亮一点 只是肤色好一点 旁边有一些校正 可是我这个影片是没久了 这样 这个亮度跟对比可以调整 你可以调 它就会亮一些些 好 可是如果拍的时候真的太暗 就算了 好吧 就把它收到最小最小最小 学生看不到为止 学生就觉得 学生怎么有个东西 一点在那边动 可是他们那是老师的影像 好 所以是影像哦 包括我们刚刚录的这一段 好 我们刚录的这一段影像也是 你假如要加强显示的话 你可以让它有不同的外框 外框 只是说 影像可能有些画面会被裁切掉 这个可能自己评估一下 OK吗 好 这里 点选就好了 好 所以这是在外观的部分 外观的部分 来 剪 要怎么剪 对 对 我们有录了影像 然后我们有录了声音 那 你让它美美的 飘飘飘亮亮出现 可是你有些画面要 声音要剪 例如说像刚才我的某一页 第二页嘛 老师有问我问题 那老师问我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全部都录下来了 我要把它剪掉 剪掉 来我们到这一页看一下 就是这个 声音播 这样 我在讲说老师其实 对啊 在对话嘛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要剪辑哦 好 记得 不管影 音 都可以剪 而且是内建的 我都觉得抛会疯了 知道吧 他2013跟16都在干什么 都没有着墨在 那个简报的内容 都着墨在影音 影音做得很强 你知道吗 而且10之后都有 来 你看哦 有点了这个声音 然后到上面的视讯工具 一样啊 你一点影或音 它都会出现视讯 它不会变音讯 然后都是视讯 然后你进来之后 隔壁有一个播放 播放 来老师在前面 剪辑视讯 就是它 剪辑 音讯 音乐也一样哦 点它 好 怎么剪 去同 去尾 留中间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下 老师 你记不记得我这一段影片 当初录的时候 是不是这三页一起录 有没有印象 这三页一起录 然后我们刚录完的时候 它是把这三页 变成了 呃 你幻页的时候 你就放它的影音 是一个的 幻页影音是一个独立的 有没有 好 对于我们编辑者来讲 我们看起来 它是不是已经切割了 我们看起来 它是切割的 没错 它就是一页一个声音档 一页一个声音档 或一片档 可是其实对于技术面来讲 它没有切 它没有切 所以你到编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这一段 我明明就只进来这一页啊 可为什么这一页这么长啊 有没有 这么长啊 那 呃 我的前面有一个绿色跟红色框起来 它有个蓝蓝的 后面都是灰灰的 好 代表什么意思 意思指说 这个total的总时间 代表着三页的总时间 我的第一页 所要的秒数 我刚讲的时候切割的秒数 刚好指到这边 就是算第一页的范围 而且吧 所以你可以做什么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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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增减 好那我们前面的部分 跟老师聊天的 我想把它去掉 所以我就往后拉 这可以往后拉 那因为它是新音讯 所以看不到画面 你可以播放 对 这边还在解释 它的影像会在另外一页 对吧 我还在解释它 它会切割点 好来这一页 然后接着就可以开始介绍 例如说好 等一下老师介绍 第一个有什么样的结极解析 好 假设我从那边切断 好 切断的时候就把前方的地方 翻过去 所以目前是17.771 有没有看到时间 17.771 好 然后呢我要把这一格拉过来 绿绿的这一个 17.771 这边可以拉 那如果你就拉不准 用打的 17.117 好 Enter 它就跳到 欸太快了 等一下 进来 它就跳到这一个位置 17.117 看到吗 OK好可以好 是17.117 所以等于我第一页的 前半段的地方 我把它剪掉了 OK好我们看第二页 所以你确定了之后 来第二页 第二页 第二页是这一个 因为我刚刚有调过顺序 第二页 好我们再进来一次 它的位置是不是就在中间段了 那第三页是一点点而已 想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它的概念是 它的计数面上来讲 它还是整段了 可是对于我们来讲 它其实已经把我们切开了 那老师调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调 好 会不会 我要问问题 结束点 对对对 结束点 就这个区间 假设 我在这一页的时候 就是第二页 我不小心咳嗽了 中间有一个咳嗽声 然后我又继续讲下去 我忘记停了 然后当我之后在看我的课程的时候 我想把咳嗽声剪掉 老师你们觉得我要怎么做 咳嗽声在中间 听懂我意思吗 咳嗽声在中间 你们要怎么剪 假设我这边是咳嗽声 是不是剪 好来 第一个 是不是要先马我 你先记一下尾巴 尾巴是 对 那等一下先记尾巴结束点 我懒得记 我先马上扛起来 好 这是我的结束点 的描述 对不对 好 然后呢我这一段啊 我们要这样做 点它后 到这边 你先把它拉到咳嗽前 咳嗽前 假设 这个地方 凸起来是咳嗽好了 53.175 咳嗽前 确定 可是你后面这还有一段 271回来了 怎么说 复制 同一片 两个一模一样 两个一模一样 再来呢 把这个 的 时间 开头哦 后面的尾巴是跟它一样 所以尾巴要调成01 07 听懂哦 点412 确定 好这边是尾巴 头呢就调到咳嗽之后 确定 听懂我意思吗 对 两页 两页 我发现老师呢 在旋律时比较会有执着的点是 很想要把所有的东西放在同一页 不要 切 切开 知道我意思吗 像我们现在如果剪掉 前面是一段声音 你中间缺口嘛 再往下的声音 你就是这一页 复制 复制 就是两页一样的 咳嗽前 咳嗽后 搞定 接起来就是一段影片啊 它会接去的下去 听懂那个逻辑吗 它最难就是这个而已 没了 你知道会这个听懂 就很好做了 所有的功能 那如果你觉得 老师我听不懂 还有一条路 这一页 请重录 你知道吗 重录不好了吗 搞半天 老师 我们如果把这两页放在一起 里面上你输出的时候 它就是在一起的 因为你输出 它是一页接完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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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其实输出是一起的 只是对我们后制来讲 它是切开的 对 但是你如果想要病在一起 你就输出后 你再回来 它其实就在一起了 你们切完记得哦 记得哦 MISS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我要讲它的好 我也要讲它的缺点 反正我不是自家公司的 所以没关系 好 它的缺点就是 一页投影片 只能够一个媒体物件 老师所谓的媒体物件指的是 影或音 它一个投影片 只能一段声音 或 一个投影片只能放一段影片 像老师说 如果你有两段声音 像例如说好 老师最常问到的是 我放入一段影片后 我要针对这一段影片讲解 介绍这一段影片 老师就会想说 把影片放进来 用slide recording 因为你放进来 还是放在简报中 然后用slide recording去录 不行 slide recording 只要遇到 这一页中有影或音 它就会失效 它就不能录了 知道吧 所以变成如果我们要录 讲解怎么办 像同学们最多 你在播影片 然后你要讲解影片 然后录下来 你只能够用screen recording 用录萤幕的方式 播影片讲课 录下来 变成一段影片档 听到吗 这是在影音上最常遇到的 像你刚才讲 如果中间咳嗽那段音讯切掉 画面的地方形成有点 它会断 因为你声音短了 你声音切断了 你声音切断了之后 它的声音和画面是接的 是接轨的 所以你声音简单 它的画面就不见了 它是接轨的 对 对 你说影音 对 你说影音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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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是合理的啊 要不然我们声音切断了 画面还在画画 不是很奇怪吗 对对 老师你在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老师讲的是切割的时候 你画的那些笔触那些东西 我会不会一定的增减 老师您说的是影片 对不对 对对 你在录的时候 对 你在修改它的时候 不是把它拿出来 呃 是让它不显示 让它不显示 也就是例如说 我可能再讲解一段影片 我录起来了 然后用那个screen recording 我录起来 例如说我录两分钟 好 录完两分钟后我发现 前三十秒 后三十秒 我不要了 我们刚是不是用刚才教的这一个 剪辑 好 它这一长串还是两分钟 但是我用 开始跟结束 就叫显示区域 透过显示区域的mark的概念 把它标注出来说 我只要这一段就好 我前三十跟后三十我不要 我中间一分钟留着就好 它不是真的剪 它只是让它看不到 对对对 对对 那都被你剪掉 可是这样有好处吧 如果你后悔 你要修 它是就可以再修 对 你如果要修 你再进来 微调一下下 微调一下下 你就可以马上再修正 对 那如果它帮你真的切断 像一般的软体是真的切断 对 它切断了你 对 又要再一次了 你再想哭 对 可是它的好处是 它至少是帮你保留 但因为它保留着 它的坏处是什么 嗯 达会很大 偏大 对那没办法 达会偏大 就是有好有坏 但我觉得 我们后制者快乐最重要 好不好 让我们可以方便便宜最重要 要不然那个很多工的麻烦 对所以这个听懂 好啊 影音的部分是你们之后会最常用的 然后 比较搞不太清楚 就是它有限制 那 这个就是因为技术的问题 这我有询问过 为什么要要求说 一页只能够放一个物件 这是没办法 因为它输出是MP4 那MP4的要求就是这样 所以我发现很多数位照材的软体 它都有限制在一页的画面 就是一个物件 原因是这个MP4的关系 所以 一个 一个 一个就好 就是如果你要影 你就不要再有音 因为影片本来就可以包声音 但如果你放了声音 你就不能再放影片 就一页一种 但是你有关系 你就记得换页就好 例如说你可能要讲一分钟 又有画面的 又有语音的 又有什么的 像音乐老师 他有问过我 有一招音乐 他跟我说 可是我如果想要先播一段影片给学生听 听完了之后 讲解 再听 再讲解 那这种怎么办 我说老师你就要切开来 你先给学生听两句话 那个音乐放进来 Mark两句 给他听 听完之后 你再讲解 对吧 讲解录声 就是你在开一个页面 然后录讲话说 刚才我们听到那两句 是什么样的乐器 那个乐器的什么什么什么 音调之类的 你就讲完之后 再下一页再做 然后他跟我说 可是这些东西的画面 都是某一个音乐家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是简报都一样啊 只是放进去 媒体不一样啊 这样可以同意思吗 嗯 对 对 对 可是在叶子 只要叶子 一段 一个档 一个档 没有没有 影片 如果你有影片 影音会在一个档 如果你是声音 就是声音独立一个档 没有影像 影片是二合一的哦 只要是影片 就是二合一的 嗯 所以你用的时候 如果你有开Wave Cam 你的声音跟影像 会在Wave Cam 那个档 如果没有开Wave Cam 只有音乐 那就是音讯档 OK 嗯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 是开什么样的 一个工具 硬体设备 嗯 什么工具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百多种 对 就两种 音或音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我发现老师用的精力很高哦 媒体类的 媒体就是人家 放一些影片啊 然后放一些声音的啊 这一块 那如果你很单纯 你只是讲简报 那就赚到啦 好不好 就是讲完录完就OK了 OK 好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一定要讲 不然老师很容易会混淆 好 来 所以录的这一个区块 还有编修的部分 应该OK吧 不难哦 好 只是你们没有办法操作啦 就是还是听我讲 比较痛苦一点 好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录也录了 然后我的 该放进哪种也可以放 所以它不一定要录哦 来 它也可以放哦 比如说我给空白铜片 我可以利用 MIX里头的插入 这里 这两个 Square recording 跟这个是不是录 这两个是录 对不对 这两个是插入 像如果你手上已经有影片档案的 你有音讯档案的 你就放进来 或者是像我们刚讲的 我这个简报中的音讯实在是录太好了 我把它存出去 变成档案了 对不对 我下一次另外一门课的开场介绍 例如说老师的自我介绍 就是录好固定的 固定的模式 那你就可以把那个影片档再插进来 就是你的自我介绍的部分 你放进来后 你这一段影片 就是这个页面输出的时间 就是用你的影音的时间 这样子 所以你要么可以插入 不然就是录制 但不管如何 就是一个媒体物件 这是重点 一定要一个媒体物件 不要弄错 好不好 一个媒体物件 好所以这边有支援了 插入视讯 然后呢插入音讯 这样有没有点 好 然后同学 老师不能看一下 这里你会发现奇怪 它的语言 怎么有的是中文 有的是英文 有发现 好这里是有学校老师有问过我 为什么会这样 理论上来讲 MIX所装出来的 所有的工具都是英文版 记得 好 那为什么会有中文版 原因是因为 这三个 萤幕截取 插入视讯 插入音讯 这三个功能 在Office2013中 本来就有的 明白 本来就有 那本来就有的关系 所以它放进来的时候 它会是沿用 本身软体抓出来的 所以这三个就会是中文的 其他是本来没有的 就会是英文的 这样OK吧 好那 有个老师问说 可不可以全部变中文 你们觉得呢 不好意思 办不到 好吧 就没有啊 它其实刚上市 就是刚出来的时候 我有试过 那个设计师 那些话 你在更新的时候 如果你装 繁体中文版 它怎么会变中文 整排都是中文 我第一次装的时候 我好快乐 哇 这个给大学生用 应该学生 小朋友可以接手 后来发现 一更新后又哪回原型 现在什么装都是英文的 所以就算了 就逼学生 只要几个单次认识一下 应该就还好 它变成这个 全部都是英文版 然后觉得这三个是中文 是因为功能的关系啦 好不好 那知道一下就好 不然有些老师会觉得很奇怪 又中文又英文的 是因为本身历史工具 本来就是英文版 本来就是英文的 好来 所以呢 在制作端 老师们就记得了 录简报 录电脑荧幕画面 放入其他的视讯 放入其他的音讯 这几个是常用的 好 然后做完之后 编完了之后 Preview 存档的时候 直接存在PowerPoint的简报中 首先存在写报中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输出 同学我画起来 这几颗红色会用不到 其他都用不到 这个 后面我解释一下 Update 如果有再更新 没有就算了 support 我觉得它绝对没有 我讲得清楚 所以不要看了 好不好 然后这里是介绍导览 没有在看了 好 然后这是他们的自己的平台 O365 这个要学校有 还信才可以 学校没有买O365就没有 所以也不要理他了 好来 然后呢 Mix这个位置是Preview Upload to Office Mix 这两个是他们自己的Mix的平台 老师不太会用 我们最后做完 就自己输出就好 所以这个也不太会用了 所以你看我先教学 我就说两个小时交了网吧 很简单 就这几颗而已 好 好来 我们输出哦 好 输出有几个重点 我要特别提示一下 来 在输出的部分的话呢 老师先看一下 我今天录的到现在哦 我只录了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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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来 然后 其他的呢 其他的8到37 你看 我total有37页 老师如果您现在输出成影片档案的时候 会输出7页还是37页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 记得哦 37页 您这个档有的 通通输出 OK 这个档有的通通输出 问题来了哦 像我又发现有些老师 因为可能已经上了好几个学习的课 有些老师可能 这门课就是一个简报档而已 然后这简报档呢 好几百页 一百多两百页 好 开什么玩笑 如果我录了五页 我这个单元只录了五页 我要变成一个数位教材 我输出是输出一百多耶 哇 痛苦耶 怎么办 当然第一个想法 我们都会切割 我以前也想说用切割的 但我发现太痛苦了 你切割 你是不是拿五页把它复制出来 一个档 然后再输出 哇 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记得学一个功能 隐藏投影片 PowerPoint的功能 PowerPoint的功能 隐藏投影片 很好用哦 你平常教课也可以用哦 隐藏投影片是做什么 像如果我们今天要上课 我今天预计要讲四页投影片 假设了 我其他的页面就把它隐藏起来 放映时就只不过那四页 其他的都会假装没看到 可是不是删除它 它就没作用 知道吧 这是要隐藏投影片 好 所以怎么做 例如说我从八页哦 往下拉 到中后一页 Shift按住哦 点一下 8到37全部选起来了 选起来之后哦 请在上面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隐藏投影片 这个 这不是mease的功能 这是PowerPoint的功能 PowerPoint本来就有的工具 好隐藏投影片 好来 老师就是右键哦 右键 隐藏投影片 它会有一个XX没有 一个斜线 然后颜色变得非常淡 表示这几页通通隐藏起来了 好隐藏起来要做什么呢 来我输出了哦 输出的时候我只要选一到七页就好 一到七页 这几页会自己输出哦 好所以我们就到上头的Mix选项 选择X Pro2 Video 点它 只有三步骤 第一个步骤 为你解析度 好 提供了四种解析度 1080P 720P 480P 跟240P 好 这些解析度的话 如果你要求要所谓的高画质 老师要哪一个 1080 对 1080最后 只是大很多 不大很多 第二种就是在网页上呈现 堪用 不会 看不到 就是还可以接受的 720P 后面这两个 请你不要考虑了 好不好 就是比较糊了 比较糊了 所以如果我做了第一次教材 我只是先试看 然后看感觉好不好 我会输出720P 然后当720P 我觉得是ok没有问题了 我要让它变成一个正式的教材 我就会输出 Full HD 这样知道意思吧 所以这是解析度 不然因为第一个等很久 好 再来往下 下面还有一个重点 这里 这个 每一张简报的时间 理论上如果你有录 Slide record 它就是依你录的时间 为是那一张简报输出的时间 你插了影音 它也会以影音为输出的时间 如果老师们这几张 像我刚刚录到7 可是我输出到10好了 我的8 9 10我没有录 这三张一样会输出哦 但他的时间怎么安排 由他决定 我这三张照片 就会变成每一张停5秒钟 很像幻灯片秀 所以 所以它有另外一种做法 如果你都不想录课程 我只想让学生看简报 就是 我只想让我的简报 变成幻灯片秀的影片 比如说好 可能我们是教观光的 然后可能趁开架的时候 去哪个地方玩回来 我也让学生介绍一下 那个当地的文化 我自己把那些照片 放在简报里头 我要变影片 你也不用用影片剪辑软件了 你就把影片 就把照片放在头影片中摆好 然后你说你可能放了10张 输出的时候设这里 每一张头影片停多久 你连讲课都不用讲 你点它输出后 它就自动会换页 就是时间到就会缓 时间到就会缓 而且它是video影片 这样大家有意思吗 那你可以再放个音乐 背景音乐进来 输出就是它有背景音乐的影片 很简单 就不用再花影片 紧急的软件 背景音乐 我还记得有一个 是吗? 第一个 等一下我们再讲 等一下讲 这个要记得 然后我现在是不是 一到七 我没有多余的空白页面 我一到七都是录的 所以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这五秒就没有意义了 然后学生跟我说 老师为什么要隐藏头影片 干脆就把这边设零就好了 听到吗? 我那三十七页输出 它就设零 零不就不存在吗? 没有 它最小只有一 它不是零 一 所以你就会发现更神奇的是 你不到第七页后 后面是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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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每一页都会秀出来 可是很快速 知道我的意思吗? 很快吧 所以你还是乖一点 又隐藏头影片 记得 就不用删来删去 好,来 我们先试书看看 好,所以我们就LAST下一步了 第二个步骤就是问你党名 党名 它会跟你的解报放在一起 那你可以换地方 例如说我换桌面 然后这是我的影片的格式 成档 第三步骤 输出 搞定 很简单 这样就输出了 好,那我在输出的时候呢 老师你要等它一下下 输出的时候呢 它有两个地方有状态列的 我说明一下 来 第一个地方是这里 然后这个零会停很久哦 很多老师会跟我说 是不是当机啊 为什么这个零停这么久啊 不是不是 它有一个地方 这个是假的 真正在这儿 看到没 正在建立视讯 影音剪辑心圣线底线 这个MP4 你看 这一排会先跑完 它才会有动作 很神奇 它就会先跑 下面这个状态列 这一行 这一行先跑完 看到吗 都挡住这一行 然后那个才会动 所以这个还没跑完的时候 很多老师就以为当机了 然后就想说奇怪 我等很久 怎么都没有出现 你要不然出现一二 让我知道你在动啊 没有哦 它一定要等下面跑完 在上面才会动 而且下面上一跑完 上面咻 一步飞坏的影片就做完了 所以你不要看上面那个零 不是它 是在下方 要看下方 要不然你会做意哦 记得 很多老师就会强势结束它 然后就无限回圈 因为它就是要等很久 所以就注意一下下 好 那我下面这边有在跑 你看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白白的 它在跑 看不到 好 拉上去 它就是对 这边会有一个跑 然后又这样输出 所以如果你录的时间越长 输出就会越久 这个知道一下下 好 那跑完之后的影片就做完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是整个完整的流程 就是让老师们录 讲课 录完了放你的影音后置 处理一下之后 就可以输出 所以你的所有的东西哦 都会存在这一个简报档中 所以 这简报档不是上课要拿来用个简报档吗 对 那你现在录了一堆东西在里面的 上课会发生什么事 上课播的时候老师就自己讲课了 听到吗 我们在这里面是放了影片声音都录好了 你这个简报档去上课的时候 不是要放映吗 你一放映 他就自己讲课了哦 你就不用讲 不是啊 就是他自己讲课哦 为什么 他就是专案档 这个简报就是专案档 所以 所以 上课用简报 一个档 录制的专案的 录制的一个档 好不好 老师听到吗 对 对 不行 你录完的时候如果令存 你要每一页去删 去删那个笔画 去删那个影片 那个声音 所以我们的 录之前 录之前要去 令存心档 自己先有个原始档 对 然后录完了以后 存好的内容 就是编辑的专案档 然后原始档 那个就是教学用上课用的 对对 要分开哦 要分开哦 不分开的话你令存心档 你还是把影片的声音都存过去了 然后你每一页都要自己删 狠命骨 它不会是动不见 你要自己把它删掉 删完之后 你上课 那影音才不会不见 这样 OK好 老师要注意哦 如果我没有心脏的令存 先让你们犯错 你们犯错之后 就会知道这件事很重要的 知道吗 要先 先令存 好来 我不要跑啊 因为我的影片比较长 所以我这次说明一下就好 来 所以这是输出的时候 记得 透过隐藏投影片的方式 把部分的留着 不要 好那刚老师问这个背景音乐 我说明一下好 来 背景音乐是这样好 例如说我新增一个新刀 我顺便问老师好不好 怎么样把多张头影片放进来 呃 怎么样在一个简报里面放很多的照片 一页一张照片 你们都怎么放 插入 老师如果十张呢 就插入十次嘛 对不对 二十张 就二十次 然后再跟他拼了 好 有一个功能叫做插入里头的相簿 有没有听过 相簿 很好用哦 零点相簿 新增相簿 然后这边可以插入图片 假设你有这样的需求 你有很多很多的照片 然后你希望一次性摆进来 变成很多页 给学生看的 好 假设说我这边 我看一下我有什么素材 好 这有照片 这些都是照片 好 这是旅游的照片 好 选选哦 Ctrl A 它有这么多张哦 插入 你如果用相簿功能 它会自动的帮你一页多一片 放一张照片 然后下方有放的方法 如果你觉得照片太多 一次一张太少 你可以有两张 两张为 这里看这里 两张为一页 或是转为一页 了解吗 确定 建立 自动做完 不管你有几百张 一次做完 知道这是功能吗 它应该先接一下 它对 就是下铺功能 这个 2003就有了 我高中学电脑 它就有了 好不好 真的真的 很少很少 20几年前就有了 这功能很好用 很多老师都不知道 它可以快速的大量放照片 大量放照片 然后你照片进来之后 再来呢 老师刚好是问了那个 背景音乐 好我们点第一页 然后呢去插入音讯 或者是到mix也可以 插入音讯 去找一首歌曲 例如说 好 这边有一些音乐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奇怪的音乐 好 来上课Demo的 好放进来 然后这音讯放进来之后 你要让它 从头到尾出现嘛 背景音乐 来上 右上角 音讯工具进来之后 有个叫在背景播放 点它一下就好 这个在背景播放 会让它变成是 第一个 播的时候自动播放 并且跨头影片播放 这个跨头影片播放 就是所谓的背景音乐 重复循环直到停止 因为你照片没看完的 就会继续播 好 然后呢放映时隐藏 这个会看不到 所以只要勾这一个 这四件事 一次帮你做完了 新功能 2013的新工具 好来 然后OK之后呢 就到mix 输出了 好所以就是 Expo to video 好再来 出来的时候呢 这边就可以让你选 这就重要了 下方这里 你就可以选 每一张你要停多久 好 Next 好 相簿 存档 搞定 就变成slide秀 相片播放秀 照片播放 所以你如果 不是录教材 你想要很单纯 有照片播放的工具 它就是一个教学的辅助影片档 你可以自己做 对 就不要再放简报 一页一页这样 它可以变动画 会不会太难 哈哈哈 你可以一直听 一直听 一直听 好 没关系 老师有问题可以尽量问 好不好 好 所以这是声音的部分 你只要自己放入音讯后 它就可以变成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 这样有问题 有一种情境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所以哦 如果你的教学影片 你在讲解的过程中 你希望放背景音乐 请你记得 你先录完 录完之后 输出成影片档 OK 输出成影片档 就一个影片档 再拿到影片剪辑软体 加背景音乐 不要再miss做 我觉得这个部分 它蛮弱的 因为它 我觉得它的设计 应该是希望你们在讲课的时候 不要放背景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不要尝试这样做 你会让你的讲话声音坏掉 或是让背景音乐坏掉 记得我试过 这次会有问题的 因为它就卡到媒体的问题 两个复述媒体了 那老师就记得 做完之后 再拿到影片剪辑软体中 摆进来用 就好了 不要这么做 对对对 后置处理了 没错没错 要后置 比较好啦 所以大概所有的工具 我尽量的把基础 会交到的全部讲 OK 好我说明一下 来不好意思 可能看一下 这个QR Code用手机拍 手机可以马上看到课程 用手机的QR Code直接看 然后这是我的位置 我放在这边 所以同学们就是进来后 连到这里 打这个短网纸比较快 它会导致到一个比较长的 就这个 我之前在缝起来 有上了三小时 很完整 所以我觉得这样你们回去好好看 也会很清楚 所以来看一下这边 所有的段落都有 总共有九段 然后例如说 你看看哪个地方 你比较不熟的 就可以点一下 点 它就可以光看 那旁边就是章节结构 这样每一段 你就好好的K一下 这样 每一段都有 那老师们会去自己 就是照着再做一次试看看 然后应该有再多一些 功能也在讲多一点点 所以就点到后可以去照着看一下 OK 所以这是教学的位置 有问题 嗯 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是到粉丝团去找我 老师有没有FB 这个 你就打叶俊老师教学频道就好了 就会进到我的粉丝团 然后我上面会放很多 我其他媒体课程的录影档 就是可以公开的 我就把它放上去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些 有的没的课程的话 下方这边会有 就是有一些录影档啊 然后 或是直直播的档案等等的 都是教学类 那主要是媒体有关的 我的我的 就是 呃 方向主要都是跟媒体类型有关的 所以这边老师可以自己看 像这个 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软体很好玩 这个可以学生看 最近不是很流行那种懒人包 古阿梦各位听过吧 他比较红的是影片型的懒人包 那如果我想要学动画型的懒人包 一般是要PowerPoint做 可是太难了 一般学生学不来的 所以呢我去找了工具 那网路上免费的平台 他就在做简报动画 好好玩 然后他叫Animaker Free的 然后这个也是两三个小时的课程吧 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上去看一下 然后就是学生 我有在学校监课过 用这个教学生做一个议题 每个人都去找一个议题 来做简单的简报课程的导入 就不是拍影片 而是用动画 来做类似懒人包 你就讲一个 例如说COME P2.5 是什么 然后两三分钟学会一个概念 就用这个简报做 那学生吸收程度觉得还不错 而且他做出来效果超好的 Free的 所以有兴趣的老师 也可以把这些资源给学生看 他都可以学 就像这种简报 台大我们这些简报课嘛 对这个是自己画 然后自己用PowerPoint Keynote做的 然后你也可以用这种工具 都可以 这是我去找了 然后我发现只有这两个方向可以用 好 那后面就很多微博 就有空自己看一下 好不好 就是 那跟我联络就按那个私讯 是不是 发送讯息 你就可以跟我说 是这个吗 我没有自己发送给自己过 就是 就是发送讯息 对自己找一下 好 然后就是有讯息 可以跟我联络 就有任何问题可以问 好不好 好 所以老师们看一下 有什么状况 然后回去真的是装软体 会是最大的问题 一定要回去装工具 然后装完office的那个 service pay了之后 他会要求你更新 就是对重新开机 你在家里哦 先重新开机 OK吗 先开机过 然后开完机之后 你再去装miss 就会成功了 记得 好 所以一定要重开机 那这边是因为不能重开机 如果我们装完了没重开机 它有些功能会怪怪的 重开机是最安全的 所以你回去自己装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有什么问题 剩下10分钟的时间 有 有 这不能抓 对 那也不行 30秒内 出作权的 然后要写出处 这个其实我之前有去问过一些法律的老师 他跟我说 其实你写出处也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经过对方同意 而且他那个出处不一定是第一手 他给你转了好几手 对对对 所以变成 要么就是写信去跟对方说 或是他不是下面那个影片下面就可以留言吗 你就说 这一个可不可以请借引用 教学现场使用 他如果说OK 就可以拿来用 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限制 有 他还是有做作权的 YouTube他并不是创用CC合法授权 目前的授权有分三种 付费 然后免费大概是一种 然后第一种 第三种就是 第三种就是 两个人混打 一个叫创用CC 一个叫做CC0 就是什么 无版权宣告 那那个是free的 完全是free的 没有问题 可是YouTube人不是 然后创用CC的话 是经过对方同意就可以放 这样 对所以我确定YouTube人不是 所以YouTube人现在讨厌 他走在法律边缘 嗯 要老师营运要小心 很多老师 尤其郭忠祥老师 都直接把他抓下来放教材 你一个一旦上网流出去 你就完蛋 真的真的很危险 不要放 我的原则是就不放 然后如果我要讲课 我就把那一个影片 就是网址秀出来 然后名字叫什么 叫同学自己点 自己点是个人行为 那跟我无关 然后呢那一段 就是过了之后 再往下继续走这样 嗯 就是给要避掉这个东西 小心 好 对啊就是真的 哦对 30秒 对 音乐影片30秒 对对对 然后不要那个 从事再制 对对对对 就就可以用 嗯 就是 呃 有一些法律也修了啦 但是他就是不能全部引用 这是确定的 对对 老师要小心 然后书籍哦 书不能翻拍哦 之前有一个郭忠祥老师 翻拍绘本 把绘本自己拍完了 做成POWERPOINT 上课有 就被告60万 和解 可以使用 可以的经验读 对 那因为他没有 当然不行 那因为他没有经过人家同意 他就把整整整整本翻拍完哦 呃 所以如果你可能放个封面 然后故事简介 上课用 那这样OK 因为搞不好学生看我可以想买 之类的 他就去买它 就没有就OK 可是如果是全部都把它翻拍 那就不行 嗯 对 还是有放我们在 上到这边好不好 好 我没有可以